如果非得和一個人發生關係 才能世界和平 你會選擇 1.Tony Chen 2.王力恆 3.吳宗憲 請作答 如果非得和一個人發生關係 才能世界和平 你會選擇 1.Tony Chen 2.王力恆 3.吳宗憲 請作答 這個 等一下 這個太難了 這個要選 世界和平 為了世界和平 為了世界和平 世界展望的活動 對 所以這麼有愛心的一個天使 我可以再去書單一次 算過跟無東西喔 沒有 這個問題很 給你選 1 2 3 你當然選王力恆啊 你看嗎 你看嗎 小想都不要想啊 好 那你也一樣對不對 可是這怎麼選這三個不回答 哎唷 你們這個問題 所以世界和平跟王力恆是比較重要 世界和平 對 世界和平 那很重要啊 所以跟任何人都可以為世界和平對不對 對 剛好哥 哎 什麼事 唱一首自由 來 1 2 3 好吧 他拿這個來教我 所以三個人都不要 不要 嗯 Tony Chen 不要 好吧 你要 我想世界不要和平 沒有啦 世界和平啦 對啊 這個問題 OK 好 下一題 請問 如果你現在可以許願 你不希望記者問你什麼問題 請作答 我在問那個感情的問題 不准再問感情問題了 對 好 請問 你最近的感情狀況如何 我嚇人了 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很丟臉 對不起 可是你剛剛學的樂話並沒有實現 我們說如果嘛 如果你可以學樂話 如果就是沒發生 上一題才這樣問 然後 所以目前 好啦 我替你回答 就寂寞是5分 所以 1分到10分 然後你選5分的意思就是說 還好 對不對 還好 就是 因為還蠻多工作要做的 可是什麼 什麼moment會讓你覺得說 好寂寞喔 工作回去一個人 一個人腳痠的時候這樣嗎 其實很難耶 我覺得很難有這樣 我覺得有時候女生是在看完一個 很浪漫的愛情電影的時候 對 或是聽到一首情歌 突然那一句話的時候 但是你說 回到家 因為回到家裡有家人啊 還好 對啊 還好 然後 你工作的時候還是有朋友會在 對啊 你不是有男友 你為什麼還會覺得寂寞啊 還是會啊 你一個人回到家說 因為並沒有天天見面啊 所以其實 我覺得就是 有時候是 瞬間的感覺 對 會看到一個電影的時候 還是會 我覺得那個寂寞 並不是有沒有那個伴在 而是 因為其實沒有 人是完全 百分之百適合 都是還是會有一些摩擦 對啊 而且 對 其實有些時候 你 當你 很清楚自己 要的是什麼 或是在做什麼 有事情做的時候 其實不會 可是我現在有個問題是 你現在很怕抬到感情的事情 可是你唱的都是情歌啊 所以其實 感覺上 你的情歌都是那麼的澎湃 那麼的豐富 因為我相信就是很多 你是要叫他出福音歌專輯嗎 而且像包括這個最新的專輯 一定是很投入感情 才能唱好這些歌對不對 是啊 對 其實唱 唱情歌就是 你必須要有一些 除了自己的經驗之外 然後還有 你可以聽聽別人的經驗嘛 然後看別人的故事 然後 你再把它 幻想成好像是自己經歷過的 然後你就可以唱出這些歌 那你自己發燒的時候 你有哭嗎 有啊 我愛哭啊 我自己發燒就會哭 我已經生病四天了 然後我都沒有去看醫生啊 就是工作完之後回到家 就自己躺在床上的時候發燒嘛 那你當時在想什麼 就覺得我怎麼那麼可憐 然後就哭了這樣 可是哭完了之後又覺得 是我自己要在家裡的 我可以打電話找助理 可以打電話找誰 帶我去看病啊 那你為什麼不去看病 不是 這時候是需要一個男人 你這時候需要一個男人 你這時候需要一個男人 真的 朋友是沒有用的 公司是沒有用 就是要一個男人來秀秀你 然後寶貝怎麼了 走帶你去看病 然後這樣 換病 講來讓我氣 讓我氣了嗎 不是 我現在鼓勵你 要快快找一個男朋友 找個男人 有啦 我並沒有說故意不找還是什麼的 你剛剛有一題說你不把男生 就是你從來都不追男生就對了 因為比較不好意思吧 對啊 其實你們大家看我好像是 啊什麼 對很熱情 對可是我覺得我比較沒辦法 除非是真的就是 那個對方就是眼對眼 然後就看到了 然後就釋放好感還是什麼 有發生過嗎 當然有啊 當然有啊 眼對眼然後電到啊 當然有啊 你這樣講好像我從來沒談過戀愛 有啊當然有啊 那後來有好的發展嗎 有啊有 哇好棒 好那剛剛有一題 自然一點 好我們先請大明星回到她的 比較舒服的就位 好好 這個好亮喔 對不起 杯子都沒有用到 對啊我剛剛 帶回去摔好了 表現了 好張惠妹剛剛回答一題說 如果有人求婚的話 考慮一下之後再說 可是會答應 會答應 所以是結婚並不是不可能的事嗎 對不對 結婚啊 雖然沒有 我其實現在沒有想 我真的是沒有想過 那 因為 工作現在還有很多事情是還沒做到 好請問到目前為止幾次是 有真的認真的停下來想過說 我此刻要不要結婚了 有過嗎 沒有 從來一次都沒有 真的 我跟你講真的 所以張惠妹你不是那種 跟一個人交往的時候 是以結婚為前提的 從來都不是 然後就很接受那種說感情到一個地步 結果沒有達到結婚的狀態 就算了 就這樣 其實就是這樣子啊 我覺得所有女孩子會想 只是會很多現實狀況 對阿妹沒有啊 完全沒有啊 你都不會覺得說一個很安定的一個家庭 然後 會想要一個小孩子 沒有 因為 因為你會養狗 對 其實都是會想要喜歡小孩的 沒有 當然會 你會想說 以後 你的 畢竟你要經過的一定是結婚 然後 一定會有嗎 會啊一定會有的啊 可是你還是會想的嘛 只是現在是完全還沒想到 對我以為你們是說現在是不是想到 所以你計畫中的完整人生是包括結婚在內 包括 而且要有小朋友 因為我很喜歡小孩子啊 你沒有說為了要有小孩而 努力找一個可以做爸爸的人這種事情 可以做爸爸的人 你有在心裡幻想說 我跟這個男生如果生出來小孩會是比較 影響嗎 比較高度 你希望他配了之後生出來小孩高一點啊 配的時候 這個場面我也是 沒辦法想像此生我可以看到耶 怎麼說呢 就是阿妹會在現場出現 另外搭配兩個人 是我真的 是 是還蠻樂見他們同胎 因為我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因為那算是 就是說因為黑人的人脈的關係 所以有一位伴郎是一位天王 然後有一位好友是一位籃球員 你怎麼沒有想要躲開 不是 謝謝 謝謝 就是 很像大神的朋友這樣嗎 就像你剛剛說的 黑人他很多的朋友 那我們 其實我們大家都是朋友 那很多時候 然後 其實我們 沒有什麼 太奇怪的感覺 沒有戒避 對 但都是 媒體啊 或者是外圍的人會覺得 欸 來看喔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好玩耶這樣 其實是 OK的 所以當天你會很大方的跟對方打招呼 我一定會打招呼 但是呢 前提就是說 那一天是黑人跟范范 他們是主角 對 所以我真的很害怕就是會 模糊 對 所以他們有一個就是 媒體採訪區 對 或者是什麼流程 整個婚禮的流程呢 或者是 After Party的流程 我覺得我們就是都聽他們的安排 該 我該上我就上 我該在現場就在現場 不在就不在 對 所以你會願意接受媒體的訪問 因為他們一定會問這些啊 就是 你是說你要任憑黑人的安排 會 其實他們會有一個製作的team 就是幫忙 整個婚禮的安排 對 所以你可以想見那天記者 會有多激烈的問你說 你看到王力宏了沒 你看到 那個誰誰寫了沒 誰誰 你現在 你現在這樣會不會太晚了 不是 你現在知道 我的那個拿捏的尺度 就是越是假的 我就越敢講出名字 好 所以就是有些名字 我就不好意思提啊 對 所以你會已經做好 準備要面對那些 我覺得我應該那天不會面對吧 因為 你認為會安排 起碼不用面對這些事情 對 因為我 不應該是要那個 就是太多教訓 對 真的不需要 對 好啦 就這一題 哈哈哈哈 你沒有要分的問題的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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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